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检方觉得不对劲 到了现在才找了护理师 亲自问个清楚吗 还有今天最新的消息 是更荒谬的是 原来这个死者的钱包 手机都在十楼 是警察到了十楼 看了钱包 看了你的身份证 才知道他跟下姓男子当天结婚 然后出现罪楼的状况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般有警觉的人 你不会觉得有蹊跷吗 你不觉得该查明吗 你怎么会第二天 才告诉检察官 而且你已经错失在第一时间 封锁现场 保存证务的黄金时刻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来边专门 首席的财经专家黄泽宋敬 大家好 好 这是梅导 电视报 长顾指甲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资深 美天也回生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退休 刑警高人和 黄金哥好 大家好 好 第一位是政论专家林庆辉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的声音讲林玉峰 大家好 走 今天终结开始又有动作了 今天约谈了三个人 一个是赖妈妈 第二个是找出这个护士 这个护士就是当时进行急救的一个护士 第三个 现在传说中 下姓男子他的妈妈 也就是下姓爸爸的前妻 也被约谈 可是现在传闻还没有人拍得到 可是问题是大家觉得很奇怪的事 你不是才约谈过 你不是才约询过赖妈妈吗 你干嘛今天又找他 第二个就是已经经过一个多月 经过一个多月你都发行文稿说 你的针孔 你的那个勒痕 都是因为在急救过程找到这个发生的 对 那你今天还找这个护士来干嘛呢 保姐 这个五亿高中生 目前又有新的这个进展 什么进展呢 检方在三天里面 两度约谈的这个赖姓的妈妈 约谈来来做什么呢 结果人家律师也出居了一些 相关的这个新的证据 当然赖妈妈出来讲的时候 他就说他儿子不可能会跳楼 不可能会做这些事情 好 除了赖妈妈之外 今天来了一个新的人物 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这位护士 保洁刚才讲到说 有传闻说这个下姓的 这个下男的妈妈也被约谈 就大家以为这个 一开始以为这个下姓护理 以为这个护理师就是下妈妈 在被堵他 后来才知道说 他是护理师啊 当天负责其救的护理师 那护理师在说 他居然被这个在这个检方的约谈他 约谈的约莫是两个小时 132分钟 那到底要约谈他做什么 问了132分钟 那当然是要希望说重建当天 他到了急诊室之后 有没有究竟有没有施打 还是到此做了什么样一个 相关的急救的这个措施 现在事务是说 检调要把新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关联性 要把它持续巩固住了一个状况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了 自由时报有一个独家的内幕 我觉得更夸张的是 他当时真的已经被当成无名师 而且在现场的时候 刚刚讲的 下姓的男子走了用楼梯 走了10楼下来 走了10楼下来以后 就环抱 在现场就看 看了以后也没有讲说 我跟他的关系 要把他当无名师这个遗兹 结果呢 当时有一个警员觉得 这个下姓的男子 行踪非常的可疑 才问他 你到底是谁 你是有什么关系 他才说我认识他 然后才带这个警察上10楼 上10楼以后 我们讲吗 他为什么要当无名师 是因为钱包没有 没有任何证明他身份的地方 他的身份证 对 他的手机 竟然都在10楼 抱歉 今天最惊人的消息是 自由时报的这个独家 他的独家是什么 他5月4号的案发当天 他坠楼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医护人员都来了 把他移走的时候 其实当时下姓男子 也在那边 他都在现场 而且他就装住一副 我不知道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是知道什么 有个警察却很奇怪 他说你怎么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一直待在追问之下 他才带他们到10楼上去 那带到10楼上去 保洁 后来再说 这个赖姓男子的钱包 什么身份证 都在他的身上 而且警方后来看到 这个他的身份证 才知道说 原来他跟夏兰 在两个小时之间才结婚 所以整个完全昏倒 昏倒之后他们才有警觉 然后把这个夏兰 带去做一个相关的 这个笔录的情形 可是保洁 这问题就来了 既然如果这个报道是为真 5月4号 你就警方就觉得 他不对 问题是 你没有把10楼封锁 5月4号到5月5号的过程里面 夏家一共有5个人 三度进出这个10楼 那你这个报道 报出来的话 那不是证明了 你警方在办案的过程里面 可能会有非常大的瑕疵 最近这个办案来说的话 你看民间当然也有 非常多不满的这个声音 所以我觉得现在为止来说 检调或是警方 都面临到相当大 持续插案的这个压力 而且我不解的是 你今天才传唤了护理师 可是你之前发的新闻稿 你不是想说 你都已经问了医护人员吗 你才可以暂停节点说 右手左手的针孔 都已经是当时急救所造成的 大家不要有太多的联想 如果你已经问得那么清楚 那一间找护理师来干嘛 对 没错 事实上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特别 就是他把这个当天的护理 人员把他请过来 而且约谈了两个小时 132分钟 可见了 他就约问了非常详细 当天的这个状况 可是问题是 在6月3号的时候 这是台中地检署的 这个他们的新闻稿里面讲到 因为媒体有报道说 这个高大臣法医所说的 什么右手的针孔 还有头部的 颈部的车痕 他们早就已经进行了 这个相验 而且都有做大概的这个勘验 而且已经查之相关的 这个状况了 他们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主要是因为 死者送医的时候 医务人员有在死者的 右手左手施打这个针季 还有对死者套用所谓的护警 因此针对死者的 右手的针孔 还有这个颈部的伤痕 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不排除是这个就医的时候的 因为施打针季 套用护警所造成的状况 他有照片 还有相关的这个证据 还有医疗记录都有 那死者的身体 是不是有毒药反应 他们有相关的结果报告 所以他已经把当时 你质疑的什么针孔 还有这个所谓伤口 他说得非常清楚 对 你写得这么清楚 我觉得你该问的都问了 你护理人员该巡查 也都巡查 那已经干嘛还找人来 那你讲 你既然在新闻稿写得这么清楚 那你请他来要做什么呢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大家要有几个疑点在什么地方 假设这个下信高中生 真的是从石头坠下来 过世的这个状况 那你好 既然过世了 那你到这个医院里面 你要施打这些针季要做什么 我们曾经看到 他很多生命迹象都是零 都是零都是零的时候 你要在属西部抽 你要抽起要做什么 你要做这些 这个所谓施打这些针季 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就变成是说 目前为止 检方的调查报告是这样 但是外面没办法理清楚 到底是中间发生了 什么样一个状况的这个情形 而且我们今天也比对了 5月4号跟今天 自由时报的报道 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 他讲说 当时就说他是坠楼胜望 当时谁告诉你是坠楼胜望 而且他讲说 你不是这里的住户 也不是这里的住户 你怎么会从高楼坠下来 那今天讲得更清楚是 你从高楼坠下来的时候 是警卫打的电话 警卫打的电话了以后 没有人讲 所以无名是丢出去 无名是丢出去了以后 今天觉得 怎么下男在这个地方鬼鬼 所以态度很奇怪 再去问他才说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了以后才回到十楼 他的身份证跟钱包 既然都在里面 宝贤 这里面有相当大诡异的地方 为什么呢 你看 在当天5月4号的时候 当时媒体就有报道 这个台中市当时的这个快讯 快讯就说 有一个这个高中生 然后路导 然后结果没想到 后来是坠楼身亡 好 这个问题来了 谁说他是坠楼而亡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假设 如果根据目前 我们重建的这个状况是这样 宝贤 因为他从 他在路导在旁边 这警卫也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是谁的时候 没有任何证件 对 那请问谁说 他是从高楼墜下 那高楼墜下 好 那问题是 当时夏南不是都在旁边吗 夏南在旁边的时候 他说我不认识 后来才淡淡地说 我认识他 然后后来他把他带到十楼 所以你看 如果是夏南把警方 带到十楼的话 那告诉你什么 墜楼而亡 不知道谁说的 十楼墜下 是不是就是因为夏南 带了警方去十楼 才知道是十楼 不然谁知道是十楼 那后来他才说 我跟他结婚的 这些证件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才说 这里面出现了 非常多难以解释 到底当初一开始 谁说这个 男子是墜楼而亡 而且是从十楼墜下来 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边有非常大可疑的 这个地方 而且刚刚讲的 是警察看了 赖姓高中生 他的钱包 钱包里面有身份证 身份证上面 居然有配偶来 配偶来显得就是夏南 对 他才会发现 你们俩刚结婚 对 所以我想这又更诡异的地方 夏南在旁边 一直看着这个赖姓高中生 而且赖姓高中生 后来警方才说 我认识他 然后后来带上去的时候 警方才让他看到 这个所谓他的配偶栏 然后后来警方才说 我要赶快去调查 问题就是这样 宝姐你看 真的要调查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你看 他调查的结果 你看你如果假设 真的当初就已经发现 他很多疑点要证明的时候 后来5月5号 警方认为说 夏南有犯罪的嫌疑 要用30万交把号 你看5月4号跟5月5号 警方跟检方都做了 这么多动作 问题就来了 那为什么在当时的时候 没有把这个10楼还有犯案 还有疑似是他最楼的现场 完全用封锁线封起来 而且你还让夏妇夏母 夏妇的女朋友 夏南还有夏兄 里面在里面 进进出出的10楼那么多次 所以我才说 这目前看起来的话 检调似乎在整个办案的过程里面 有相当大的疏失状况发生的这个情形 好 与否刚才讲的 这个案子发生到现在 都已经一个多月了 而且按照的新闻稿都已经解释 因为在当时的时候 有去查询 医务人员在左手右手都有施大征迹 而且也有用这个护警 所以他警部才有一个类痕 不排除在急救过程中找到 你都讲那么清楚 代表你已经查了 你已经查了 就你今天又把护理师找来 又问了132分钟 怪了 你不是在新闻稿都讲了吗 他今天这个外界所提的针孔 是因为在急救过程里面 这个所谓的施大征迹 那你之前没问吗 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之前恐怕是没有问 但是呢 今天在里面问的时候 这个护理师在做一个证讯的时候 里面还有一个重点 他说针孔 现在来讲的话 针孔是不是在急救过程来打的 但是呢 大家讲一个美感 护理师不能自己决定打针 要医生开药 要有个医嘱 所以你只找了护理师 你没有找医生 这件事情就是对不上啊 因为护理师不可能想说 我觉得他怎样这样 这个数据不对我自己去开药 不可能的 就算在急诊室 我们看过那么多急诊室 你一定是医生说 现在可能陷入昏迷 医嘱开什么药 护理师才去打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找护理师来的话 那你恐怕要把医生给找来 但是你只找护理师来的话 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是要收了 什么叫收了 因为现在的话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上面都有针口 你说这个只是做给我们看的 对意思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起诉或是不起诉书里面 一定要对这个做一个说明 就是说这个护理师今天来这个东西 只是要干嘛 拒绝 因为你还要把它写在这个 不管是书类 起诉或是不起诉的书类里面 他一定要说明说 到底为什么有这些针口 因为现在已经沸腾了 现在都要上街头了 所以护理师今天来 要上街头了 现在已经要上街头了 所以现在护理师呢 只是来把这个证词给拒绝 拒绝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在命案的部分 恐怕在一两个礼拜内就会结束了 那刚才讲的 按照自由时报 今天的一个独家报导是说 本来怎么讲的 今天最楼的时候 是警卫发现 发现了以后 自己入到病人 本来要用无名字面 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没有办法证明他到底是谁 所以本来无名字送走 可是警方还在现场 还在去了解状况 看到了下信男子以后 就说去混 他才说我认识他 然后才带他去10楼 带他去10楼了以后 赖姓高中生的身份证 钱包 他的手机跟钱包都在里面 打开钱包里面 身份证上面居然有配偶来 配偶来居然是男的 居然就是他 当时警方不用觉得很奇怪吗 你们两个才结婚两个小时 然后他就这样的掉下去 然后你最后还用无名师来处理 这个我们跟大家还原一个现场 因为他下去之后 保全赶快打电话报警 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有意外发生 意外发生了之后 警察跟这个救护人员一起到现场 一起到现场的时候呢 其实下信的配偶说 我不认识他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走楼梯下去 我不认识他 可是呢 警察派出所是买得很好 你这个是社区大楼 你这社区大楼 你对面是西边 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人 又不是说什么西门店 或什么商圈 所以那个警察一直在问说 这是哪一户的 他就觉得 你们这一栋啊 就是你们这一栋啊 怎么都没有人承认呢 他说在现场 他觉得不可能是外面的人 对 一定跟这个 所以警察认为 一定跟这个大楼有关系 一定跟这个大楼有关系 然后就问了保全说 这个是哪一层楼的 保全不敢讲 因为其实也不知道 到底是几楼的 听说 保全讲说 他在进去的时候 没有登记啊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 对 听说在现场是有一个 也是 可能也是 在附近的人 一直在比那个人 所以警察呢 就说 他就问他第二次 比他 因为有 大家也知道说 是谁带进去的嘛 对不对 那夏季佩偶 他讲说 我不认识 想要路人讲 这个无法过关 因为呢 你也不是说一个 兴兴出出的地方 你是要嗶嗶 要辞口 要住户 你才可以上去了 所以呢 那个五分局的派出所投论 他是眼神 牧师很好 都说 你一定有问题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上去之后呢 其实第一时间 你不太可能会去搜人家家里 你也没有搜索票 你也没拿到令状 可是我觉得 一定是他一开始讲说 跟我没有关系 要叫人家闭出来 闭出来你一定有鬼嘛 不然为什么跟你没有关系呢 就是 上去之后 去找找找 找到这个配偶来 所以从那个地方 才会觉得说 这个恐怕是有问题 有命案的问题 但是 那有问题我也不封锁 对 离奇的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不是讲过吗 他们后来 觉得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还有叫见识过来 那见识这是不同的单位 一个是派出所 一个是见识 见识是侦察队 那这个家 大家很质疑 五分局啦 如果你在派出所 你就觉得说 这个有问题 他第一时间是说谎 你上去之后呢 找到了他的东西 然后他在医院 又已经死掉的话 那这个 一定是命案吧 不管他最后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扣吧 那为什么见识局 只去又看看而已 所以这后面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不知道的 而且你讲说 现在感觉上 有点错失低时机 你感到他命案现场 已经被破坏了 被破坏的状况下 我很难找到 实际的再去扣押 可以讲说 现在你现在听到的消息 有办法从婚姻无效下手吗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案子 为什么大家会 这么样的一个瞩目 就是因为赖姓高中生 他身上有太多的偷地 有武艺 所以现在来讲 如果你把谋财跟害命 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你害命这事情 弄不掉的话 你至少要谋财 你谋财也要去办他 所以我觉得 他到最后能不能够 真的用结婚 然后登记完成之后 来分这个遗产 可是都完成法定手续了 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的美感 我觉得冥冥之中 现在来讲 检方一定有招 那把这东西给卡掉之后 他只要没有钱 那后续 或许 你在回头看命案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发展 好 人口 你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你就提出你的情形 因为这样 如果高楼最下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你应该拉风走线 你应该用一个 财务 把你给遮住 他完全没有照这样SOP 而且刚刚讲的 你刚刚讲说 你的内脏是大量的内脏出现 造成这个死亡 破裂造成死亡 可是如果造成内脏破碎 大量的初血死亡的时候 你去压的那个所谓的 做信费付出 你就会吐血 结果也没有 今天有个医师也讲说 那你知道高楼坠下来 你的牙齿 很多高楼坠下来 牙齿一定会破损 他也都没有破损 所以现在检方他 没有错 你侦查不公开 我们当然是知道 侦查不公开 但是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疑惑 疑惑点 这高楼坠落到现在这一刻 我还真的很怀疑 真的还没法说服我 你看过这么样多的一个现场 你没有看过这种的 我没有看过 从来没有看过 也没有办法说服我 他是从高楼坠落下来 而且然后没有任何外伤 只是说他是内脏 有破裂肋骨断了七根这样子 那因为他现在第一现场 我们刚刚玉峰讲得很清楚 第一现场你警察到了十楼 发现说这个身份证 已经有鬼了 那这个时间当下 你应该就在现场 把他封锁起来 这个下男 你就是当场 就是把他设为一个嫌疑人了 那你隔一天 可是刚刚说我讲 如果我没有搜索票 我可以这样做吗 不是 你要把现场的情形 马上跟检方通知 马上通知检方 对 你要通知检方 因为大楼管理员 一定有看到这个高中生进去 不可能 你要进去里面 你说你没看到他 登记 他起码你看他走进去 好 OK 你说不然我也没看到 但是十楼掉下来 蹦一声 你一定要听得到嘛 那你听到了你才报案嘛 你没有听到你怎么会报案呢 那你既然听到了 你不可能讲路倒的嘛 你听到了一定是 蹦一声的话 不可能是路倒的嘛 那怎么会变成路倒的呢 那你路倒 你就胡明明就是撒谎了嘛 你有听到声音 掉下来的声音 你才发现的啊 你以前讲过 从高处对下 那个蹦的声音是很大声的 很大声 很大声的 你随便拿个东西 从楼上对下去 蹦一声 这是很大声的 那你保全知道了 难道你这个时间点 还四处去外面巡逻 我不太相信啦 那你巡逻到了 好 就说你刚刚好 你那么认真巡逻到了 看到一个路倒的 好 也刚好你报了案了 那现在现场 那个下信男子 从头到尾 我们说凶手 常常都会在旁边一直看 我们那天就会讲了嘛 整个从头到尾的一个现场 他警察怎么办 怎么处理 凶手都在旁边看啊 会瞄啊 所以这个下信男子 完全都不承认 也没有否认 都说我认识他 是后面警方 才查出来他的身份 那查出来他身份之后 往石楼去之后 这个做得很好 可是他唯一的漏洞是什么 他为什么没有 当下把所有的线 封锁线 暂时拉起来封锁 完全不得让人进出 通知检查 因为台中地检署 现在是似乎看起来 是照检查 警察所所做的 第一份笔录里面的内容 全部照他这个程序在做的 那所以我们讲真的 台中地检 我个人现在觉得 他不是不办 他是照你警察 我之前有讲 警察有很多 他是不想很认真的去 造一个SOP来做一些事情 为了省麻烦吗 是 他如果用亲身的 就是 结案就是亲身 结案 那如果命案不得了 命案是一个重大刑事案件 在你辖区发生一个 重大刑事案件 那不得了的 那个整个分局 是要动起来了 所以是不是便宜行事 我不知道 可是我也不懂 就是说 如果我真的想要这么草率案 这个案子就过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警察为什么当你这个遗体送走之后 我还在旁边 我还是继续问呢 而且问了以后才去问到这个下信男子 下信男子被逼不得已才说我认识他 那才跟他到了十楼 不是也很奇怪吗 所以你今天 就像我们说 他这一栋进进出出的录影带 绝对全部都会有 检方也看得比我们清楚 因为他们所得的资料比我们多太多 我们都是那种揣测的 但我们是合理的揣测 合理的怀疑 那我们怀疑这些案情 他整个不单纯 如果说今天中警说 他是自己亲身的 我觉得说服不了大众了 因为你今天一个18岁的高中毕业生 就这样子一个 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掉下来 而亲身了 我觉得不会能说服我们老百姓 好 体会 刚才讲 现在这个中检 办案他就不解除了 你当然讲的 检察官办案 当然是我不会把所有东西都丢出来 而且会用很多的疫情故障 怎么你都已经用了一个新闻稿 说你都已经查了针筒怎么来的 脖子勒合怎么来的 然后今天才去找这个护理师 对 这就是诡异之处嘛 你怎么会一开始这么明确讲说 这个是在急救的时候 怎么去打的针 然后现在又要再传到护理师 是不是有发现息的证据 或是有新的试证 或是有新的相关的这个东西 可以注意证明说 这个可能就不是在急救的时候做的 或是在生前做的 或是死后到底要有人故步玄机 去做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嘛 所以现在把护理师叫来 就是把所有的在过程当中 必须要厘清的东西把它弄清楚 但是问题是一开始怎么不弄清楚 为什么到后面才要弄清楚 对啊 那一开始的时候就算没有弄清楚 你怎么敢去马上讲说 这是在急救的时候打的 对 左手右手都有打 前后来讲完全是矛盾嘛 所以看起来中间来讲的话 中间里面很多压力存在 或者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也不存在 所以当然我们不能去挑战 说说检察官办案的 他的一个决心跟公信力 但是问题是说 当如果你让社会大众 在这种所谓的时间前后 产生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 那你是不是要更加说明清楚 避免整个社会大众完全舆论来讲的话 对你产生更大的压力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大家不要求什么 只要求一个公正公平的东西 正确的把它做一个判决就可以了 事实上有公道啊 对 事实上有公道吗 因为毕竟人已经死亡了嘛 那人死亡之后死而不能复生嘛 那你社会上只能有公道要出现嘛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包含像结婚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那结婚到底是 正能两个值签名有效而已 还是怎么样之类 其实在法界当中有不同的论点 有不同论点 那早期的判案说 这正能要有行为能力 现在讲要有所谓的一师能力 但是到底 要不要有这个所谓的到现场去 一般来讲现在护政事务所都会 希望说还是要有正能到现场去 亲见亲吻会比较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 就算你不是亲见亲吻 护政事务所也好 或是法院也好 他们还是认为说 你这些正能还是要真的了解到 这两个当事人 真的有结婚的意思 而结婚的意思 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是为了要共同生活在一起 那如果你没办法证明说 他们如果你不能了解 他们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话 那就可能是假结婚 可能是有其他目的 为了争夺财产 或者争夺其他的目的 而去结婚的话 那这种东西来讲 在法律上就可能在 不断的诉讼过程当中 可能会判决是无效的 结婚无效的可能性 有可能被结婚无效吗 还是有可能 但是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说不定那两个正能 被叫来问了 到底不知道 他们结婚的真正意思是什么 是要共同生活在一起 还是要怎么样 他说不知道 我是随便被他目抓去 甚至我还收钱 也有可能性 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终简正要帮大家 理解清楚 好 玉峰 但另外一个 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 这样我觉得匪备所思 新北 幼儿园 现在小孩多珍贵 现在全世界少子化 台湾少子化 有一个宝贝 这是心肝宝贝 恐惊人 就见了 竟然被验出巴比陀 后来我讲巴比陀是什么 当时玛丽莲梦路 玛丽莲梦路就是被打下 巴比陀死亡的 这个很可怕 而且胃药两年 小孩子心肝脾肺 真的还没有发育好 我都觉得 你今天做幼儿教育 你应该是有爱心的 怎么做幼儿教育的这些友人 他说除了大班没有打 大班为什么没有打 因为园长的小孩在大班 所以大班没打 中班 小班 幼幼班 全部都打了这个巴比陀 该死啊 好 我们先来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巴比陀 巴比陀是很大的一类药 都叫巴比陀 那么其中呢 它作为毒品的部分 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过 清发白板红中 那一种毒品 那种毒品是最劣质 然后那个 劣质 劣质致命性最高的 以前那些毒品 兄弟 黑道不会拿来吸食 他们拿来干嘛 拿来给计程车司机 好 计程车司机 只要吃了下 就是说有条啊 他就可以怎么样 控制这些计程车司机 让他每天去开车 然后你不用给他钱 他赚的钱都要拿回来 为什么就买这些毒品 那最后为什么呢 现在大家比较少听到这些东西 因为很多计程车司机 开着开着 猝死在车上 所以那时候警方才下去 你看以前这种东西 这种劣质毒品是在控制计程车司机 很饿着的东西 你现在把它拿来 对小孩 幼儿园 你在控制小孩 然后呢 这个案子是怎么会出来呢 其实4月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讲 当时候呢 就是有个小孩子 他去 去之后呢 去幼儿园之前 很乖 然后呢 就跟爸爸妈妈感情很深 去完之后呢 就发现 什么情况不太对 变得很好动 然后那好动的情况之下呢 有一次回去的时候呢 打他爸爸 打他爸爸 然后妈妈在后面听到的时候 觉得怎么不乖 怎么可以打爸爸 那个爸爸 是有一些 有一些 历练的 他说 小孩眼神不对 眼神不对 他妈妈给你 小孩眼神 要吃到眼神不对了 他说他打他的那个样子 不是一般的小朋友 不是一般的小朋友 他说 抓狂啊 对 那个眼神 是那种 有一种 很可怕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大家才觉得说 这东西不太对 所以后续才有说 去外面去找一些方式 但是呢 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说 这个东西 一开始案发的时候 都没有人要办 我们待会来看时间续 重点是在后面 他们说呢 现在来讲 早上中午下午 各一杯 他把这个 饭放在杯子里面 对 饮料 把它弄成饮料 然后呢 你要乖乖的 你就可以喝到 然后如果你不乖 你就没有喝 所以现在家长 质疑一件事情说 会不会是 已经一直被喂药 一直被喂 那可能有一个下午 这小朋友没有吃到药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生气 戒断 因为你已经毒品上瘾了 你没有被喂的时候呢 你说 那个小孩子 对 中班小班幼幼班 吃到毒品 有戒断的效应 对 有戒断的效应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件事情也太可恶了 但是现在才发生吗 No 它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这些人 根本应该抓起来 对 但大家很质疑的事情是说 其实今年2月到4月的时候呢 就有家长发现说 奇怪 怎么小朋友这个症状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部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还没有想到说 是不是毒品 他们只觉得说 是不是学校给他们吃了一些 不对的东西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 是透过 这个专协1999 他们去找谁 去找教育局 因为他们当下很单纯 就觉得说 小朋友在幼儿园有状况 那就是负责教育局就去找 可是教育局都没有 处置的情况之下 我们刚才讲到 那个有历练 就是比较有社会历练的家长说 眼神不对 眼神不对 所以他才主动去怎么样 去验这个东西 验下去 家长去验 毒品 所以这感觉就很奇怪 家长觉得有问题 去通报之后 应该是怎么样 要启动一个 很大型的调查计划 不管是检方 或者是警方 或者是市府这边 应该来调查 结果当初最早 验的是谁 是家长 家长不只验一个意愿 每个意愿都去验 验验验验验 都是那种大型的 那种教学意愿 验出来之后呢 发现不太对之后呢 都是有毒物反应 都是有毒物反应 然后呢 才第一次搜索 搜索的时候 第一次搜索 也没有很仔细的搜索 然后案子 就没了 所以你看我们都没有 最近大家都没有提到 这个事情 其实从2月就开始 2月 然后呢 通报 然后呢 然后这个部分家长 觉得不太对 自己去验完之后呢 才去 海山分局报案 对 因为没有人去管这件事情 所以呢 他才去海山分局报案 然后呢 这个新北市教育局 才货报来处理 这个东西 5月18号才做了 第一次的搜索 可是第一次搜索 之后就没了 然后这个原方 无预警公告 7月底歇业 那我要问哦 那你脱彩了没有 你现在你这些东西 你该负的刑事 民事该有的责任 你现在跑掉了吗 有没有跑掉 我们来告诉大家 不是很可恶耶 5月18号这一天的时候 去搜索的时候 去扣了监视器 现在有两个情况 这个监视器的容量还够 这东西是不对的 你这一点容量怎么够 因为你 你一直在录 一直在录 一直在录 你他的录 你容量一定是不够 因为是新的 是旧的 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检方又来查一件事情 是你这东西 是前面毁损了 还是是有人为 去把那些关键的时候 给弄掉了 删掉了 对 所以有一些部分 这画面是不见的 所以大家才讲说 这个案子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不然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 就应该炸开了嘛 怎么到第一次搜索完之后呢 沉疾了这么久 到了今天 才来做一次第二次搜索 那刚才讲到 现在全部检查了 28个学童 有8个有毒物反应 这个事情是更可怕的 如果你在2月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个状况 然后呢 家长到5月才去提告 那么其实 如果你就这样子算了 小朋友是 咽尿 咽不出来了 一个月就咽不出来 你今天在28个里面 还有8个有毒品残留 那代表什么意思 最近吃的 还是有继续在喂 还是有继续在喂 那现在来讲的话 到底喂哪些人 说除了大班以外都没有喂 因为大班有老师的小孩子在 他说园长小孩在大班 对 所以大班没喂 所以大班没事 中班小班又又班 全部喂了 而且大家想想看 中班小班又又班 这个小朋友的内脏 这些身体都还没发育成熟 就有这个 就有毒品的阶段反应 他以后一定会有影响 因为现在其他幼儿园说 你知道小孩没想收 你知道有毒的 都是这样子讲哦 如果你来了 然后你有阶段反应 你影响到我们其他宝宝怎么办 所以现在这些家长很可怜 你这个东西也不办 然后小朋友也没地方去 那这个东西 这个幼儿园你还敢去吗 当然不敢啊 所以现在来讲 那些小朋友现在变成一个人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